所以聽起來你應該人生中沒有什麼 你現在很想回去的時光吧 只是回去那樣一天 還是可以從那時候重來 如果一天呢 你怎麼又問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不可以問 這個問題又要哭 我是太想不要哭 這問題沒有什麼可哭的 你是忽然想到了某一天嗎 好啦好啦 我是不會放棄這個問題 這個地方承載了 承載了我爸媽的愛情 和我童年的回憶 謝謝你 你是不是沒有料到你會哭到 對 嘿 這麼溫暖 讓我有勇氣 去接受愛情 我願意 你去面對 未來的每一個位置 哦 謝謝你 先生看你掉眼淚也會掉眼淚嗎 嗯 嗯 先生說他面對的那個方向 然後看到所有的攝影機 然後他好像覺得 大家把我一起交給他 啊 他突然感覺到說 那是真的 責任重擔 責任重擔 我記得他 我們當天有人跑出來聊天就在這兒了 對我們的花園 我第一次來看景的時候 他其實就有這棵樹 然後旁邊沒有這些花草 對 他有說我們可不可以種花 所以就是從婚禮的那個時候開始種了 每一季都會有不同的花種 然後到現在已經四年了嘛 他就說那我要認養這個花園 然後希望延續這樣子的一個美好的幸福感 所以現在他們好像取名叫 智琳姐姐幸福花園 好棒哦 這個回憶就會一直在這裡 我覺得智琳是一個 提供我們夢幻場景的供應者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疑惑的供應者 所以很多人跟我聊天 聊完只會更疑惑 就是說到底怎樣 那他是一個夢幻的供應者 就是他一出現就讓人覺得 這是我物踩入了動畫中嗎 還是我物踩入了漫畫中 就是他有這麼一個效果在 那他這個效果 加上他對於人生的各種很堅定的態度 就供應了一個幻覺 讓我們覺得原來可以這樣子 本節目由北歐豪華旗艦型轎車 World War S90獨家冠名播出 本節目由源自北歐挪威的高端天然飲用水品牌 WALS贊助播出 難得享受這種婚後的 Hour time的時候 我要帶了一個作品給你 有禮物 版畫 送給你 謝謝 還有愛 我喜歡 我要抱著走 不要抱著太大了 不要抱著走 讓我讓我 那麼大 先放著讓 先放著讓 隨時提醒自己 對 有愛 有愛 是 都穿好了好不好 這邊嗎 這裡一個小房間 可愛 對 我之前來的時候還會在這邊看看書 哦 對 這邊有很多書 對 你就可以一個下午享受自己的這種 me time or hour time 你現在在台南 台南的人 不一定要合照或者是 對 就可以讓你自己來找費嗎 蠻自在的 我覺得我在台南也好 好像結婚了以後 我覺得非常自在 嗯 就是真的很有生活感 是 然後我可以就是自己 然後去超市買東西 然後找一個地方坐坐 對 抱著孩子這樣 我都很自在 想想你的人生 好像活在美光燈下的比例太高了一點 對 15年 滿滿的15年 主要是那個15年 是你的重要的 長大的15年 對 跟你回想就會覺得 你活在最好的年代 的我們 對 那個時候媒體又很蓬勃 對 一切都開始 然後大家會注意到你 我覺得以前的模特兒 他們就是 就是有那個樣子 沒有那個名字 其實大家都不認識 應該就是剛好在那個階段 大家可能開始想要了解 模特兒的生態 然後突然好像麥克風 就遞到了我們見面 才開始會上這些節目 我覺得以前是沒有的 是 跟妳說來有害怕嗎 我覺得我以前是一個超級有勇氣的女孩子 妳一直是吧 一直是 好像就什麼都不怕 妳現在勇氣應該沒有退步啊 好像沒有退步 人家以前都叫我 林大膽 遇到什麼事情 大部分都會說 Yes 好 對 這是訓練嗎 這是訓練嗎 妳家教如此嗎 個性如此 OK 個性如此 我就覺得 我如果沒有說Yes 我會不會後悔啊 我就失去了這個嘗試的機會 對 對 我雖然參與過她一些有趣的時刻 可是我都不太會在那些有趣的時刻 過去之後去問她說 那件事後來怎麼樣了 就是我沒有機會問這個 我也覺得問這個沒品 妳就盡妳所能 妳幹嘛要管人家後來怎麼樣 所以我今天問的時候呢 我就會試著問一些說 那件事後來怎麼樣了呀 然後看看她要告訴我多少 我不會問妳一些細節 可是我想抽象的問說 妳現在回看 妳覺得我們人一生 應該要花那麼多力氣 去追求戀愛嗎 我現在自己回看我的過程有點覺得 妳的過程 我有點覺得我花太多力氣 妳是努力追求愛的嗎 我被愛影響得很嚴重 我還是會維護好我的工作 可是我自己內心受到的動搖會很大 當時好像都花了太多心力 然後她沒有什麼好的結果 對 可是我自己覺得這是一個過程 有那樣子的過程 妳會慢慢知道自己在愛情中 我想要什麼樣的自己 什麼樣的對方 妳們兩個八年前認識就是在演舞台劇的時候 演舞台劇的時候 所以我跑來看 對 那個舞台劇 那時候對方為什麼會找妳 他們可能誤會了以為我會講日文 我們第一天在他們有一個就是大家一起讀稿的那一天 我一講出來第一句我就看到那個導演傻眼 怎麼會是 他不是會的嗎 對 八年前妳是不會日文的 我是不會 可是我那時候很會背書 所以如果是譬如記者會 我就會把記者會的那五個問題完整的背完 雖然人家看以為你會講日文 然後就找我去演舞台劇 那我剛說我是林大膽 我想說好啊 我就說yes 妳yes是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我在yes什麼 然後yes完我想說完蛋了 我也沒有時間準備 我就說很忙 我想我沒有時間準備一去 我想真的不行 因為他連那個古文 連你要讀都不是能夠很好的去吸收 舞台劇一場就算有兩千個觀眾好了 你演十場也就是兩萬個觀眾嘛 兩萬個觀眾對於你當時做的任何一個工作來講 他都不是一個會被列入有效率的計算的數字啊 那你在追求什麼 挑戰 我就連睡覺都有一個錄音機在旁邊 就是一直聽那個台詞 所以那個導演找到你 不是因為他個人特別愛你或什麼 他們就會認為你很適合 然後你會日文 那當然也因為是三國嘛 所以他們就覺得從赤皮開始 他們的認定就是小喬就是我 所以就希望我來演小喬 OK 也就是那時候認識先生 那時候他在做什麼 他是我們這個劇的男主角 OK 他是演周圓的主角 所以你們是排練中認識的 對 可是這個也很有趣 我們排練到兩週的時候吧 他因為氣胸就突然送醫 那以前我自己也有氣胸 所以我知道那個是非常疼痛的 可是在那時候彩排的時候 我覺得他完全撐住 沒有表現那種痛苦 可是一結束他就送醫院去開刀了 然後他在醫院的時候吧 那個導演他就每一天會給他 我們今天彩排的狀況 然後幫他訓練了兩套 一個是很難的打鬥 因為周圓一定要有一些action 很難的動作 然後另外一個是比較簡單版的動作 你可能只是揮一揮劍這樣子 所以等他兩週後修復好了 然後他選擇了那個複雜的動作 然後就是真的大家 在沒有彩排的情況下 第一場演出是將大家用默契 來完成這一切 我自己後來回想 我覺得後來我會對我先生 有這麼深刻的印象和感覺 我覺得那一點是有吸引到我的地方 就是很認真 男人的認真和勇氣是一種魅力 當然 所以他開始讓你覺得 他有在追你是什麼時候的事 只是排他回來演出後的事 演出之後我們都比較忙 對 而且就覺得好像是因為那個角色吧 就沒有多想了 對 就短短的一陣子我們有保持聯繫 然後就斷了 所以是過了一陣子再撿起來的 我們過了八年他才重新再聯繫到我 他有試著說什麼什麼可不可以見個面 然後就開始 好神奇喔 有沒有恢復理智 想說天啊 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人 然後婚後會不會看見一些 婚前沒有看到的面貌 我覺得人這個我倒完全沒有任何的多想或是擔心 只是那時候我當然自己也心裡知道 你包括入演藝圈吧 你一定會接受很多很多的掌聲 你也會有很多的負評 對 那你結婚了也不可能一定就是接受到大家的祝福 一定還是會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我也有想過會發生 可是我覺得我那時候是帶著 我知道這樣會發生 但我還是要選擇結婚 然後度過我的下半輩子 因為你最後會知道真的要攜手共度的 就是你所面對的這個人 不會是市場不會是職場 是這一位你們可以一起共度陪伴 你這些話是只有你自己心裡想 還是你有跟他講 我沒有跟他講 其實他不太 對他不太知道 他不太知道這些 心理過程 或是過往我曾經發生的事情 或是以前的 可能以前的我的舞台 我覺得這也很好 我很珍惜 就是看到我就是單純的志玲 然後叫我小玲玲就是一個小名 他就覺得就是小玲玲 我覺得人跟人的關係這一點也很微妙 就是你不要去搜他的那些相關的事情 不管這個人是不是演藝圈的人 你不去搜他 然後你跟他相處 你得到的就是他跟你相處的這一面 對 但如果這一面就是你需要那一面不就好了嗎 對 就是夫妻 也是 如果也這樣想的話 也是 應該就省掉很多 嗯 就是眼前的我們 所以你對他也一樣 我對他也一樣 你們兩個就只 收到你們兩個相處的時候的彼此 你們不需要去知道更多 他的世界 他的過往 就是 我老公我覺得他以前也是比較 比較是在那樣子的環境下 快節奏 快節奏 嗯 就什麼叫on time 我們今天碰好這個 對 我們就不要去改 對 小時間不要走 母口一去改哦 對 然後可是現在我覺得他慢慢 經過像我們這樣的相處 我覺得他慢慢也會找 很多時候有一點點彈性 生活也蠻快樂的 是 對 能夠過什麼樣的生活 當然跟這個人的本質是有關係的 如果你擁有純淨的本質 你就可以順理成章地過純淨的生活 就像VOSS這個品牌也是一樣的 水源純淨,源自北歐 就代表了一種高品質的生活 你會跟你們家貝皮說話嗎 會啊 所以你 就是正常的 你講話本來就娃娃 你一歲 我本來就是貝皮話 你跟他講些什麼 就是媽媽好愛你這種 嗯 對不對 每天一定會的啊 反正這句真的都是 就是台南的老房子 以前都是這樣子的 以前我的親戚 應該都是住這樣子的房子 對 很典型 但現在看起來還是很有味道 是的 以前就這樣騎個條小大車 如果現在你在台南的街頭 你會戴口罩嗎 不會耶 不會 所以可以露出臉來 我現在不就這樣 有一陣子我還說 我失去了明星的光環 應該沒有人會認出了 所以現在如果有人認出 我就會 謝謝 這樣 覺得珍貴是嗎 對 普遍來講 女生到底應該怎麼被社會給看待 我其實最真實的建議就是 你不要管社會怎麼看待吧 每個人都應該要找到 看待自己的方法 而不是在那邊 尋找別人看待他的方法 別人看見你的方法千奇百怪 然後那些人都是你不理解 也不理解你的人 就不要管他們怎麼看了 你就找好你怎麼看自己 所以我身邊的朋友 只要有人能夠找好怎麼看自己的 他這個人都很篤定 他就不是會隨波逐流 或者被社會的一般的目光 所壓迫到的人 謝謝 哈囉 你好 你好 你坐這邊我會從那邊上 對不起 OK 這個生活跟你想像的結婚生活差不多 應該是 我們一結婚過了幾個月就遇到疫情了 所以我覺得老天應該就是 也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好好地相處 你看我以前的生活是如何的 好像一天當兩天冤家 然後一天有時候三個城市 四個城市就是一直在飛 然後如果不是因為疫情 我覺得我和我先生也有很有可能 是這樣子的這種生活步調 就是各自在工作 那個就讓我們停下來 專心地相處 專心地面對家庭 然後那時候也才真的 就是有很深的認知 只有眼前這個人 你是下輩子要和他在一起的 不管好的和壞的 而且我們剛剛開始住的地方 其實我們是住一個 一座房間 一個房間 很小的 我們只要在房間就是 呃 就是怎麼樣都會碰到彼此的那個感覺 他有時候可能只是出去運動 一小時之後 只要他回家 我就好高興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家重新完整 哈哈 對 因為外面都是黑的 是 那個時候 外面 嗯 所有所有 就是 都是暗的 就全世界都是暗的 好像只有你這個家 和你面對到的這個人 是真實的 嗯 就那個時候好像是 世界上就只有你們 這樣的兩個人 在一起 相依為民 我沒有什麼資格對女生的生活 提出建議 因為我 我自己親眼目睹的女生生活 其實需要的 各種作戰能力 都很苛刻 就是 我自己的好朋友 就是從文藝少女 變成 呃 兩個孩子的媽媽的這種 角色挺多的 然後他們都在表演那種 從早上就要做早餐 然後送他們上學去 然後接下來就是 除了自己 忙自己的工作之外 然後還要操心 先生以及小孩的很多 我覺得 只要有一件 我就會生氣的事情 他們可以同時操心五六件 然後他們就 活下來啦 他們也沒有崩潰 也沒有離婚 也沒有 把小孩趕出去 都沒有 就是還有力氣跟我 social 還能告訴我這些故事 好像是別人的故事一樣 我每次聽了 我都覺得說 女生到底是怎麼做的 為什麼能夠這樣子 那 男生也吃很多骨頭 可是跟女生吃的骨頭 種類不同 你養小孩以後 嗯 你還記不記得是什麼時刻 你會忽然覺得說 你也長得太快了吧 哇 過了六個月以後 體型 尤其身高 OK 然後連腳都長大 嗯 然後就真的覺得 他好像跳過嬰兒期 嗯 就像個兒童 會跑 然後很活潑 開始看得出那個調皮了 是 嗯 所以以前 在爬的時候還好一點 現在要追著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真的好需要體力哦 而且我每次看 做媽媽的人 出門的時候 裝備都很多 就是 他會背一個很大的包包 沒錯 然後好像上車 也需要一個比較大的車的空間 這些都是 媽媽需要的 都是需要的 對 可是現在還是嬰兒 所以當然安全座椅很重要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很好 因為他座椅空間很大 對 我覺得空間大是不是 起碼讓媽媽們 壓力小一點 對 嗯 很多媽媽我覺得 長大小孩的時候 他們就會希望說 嗯 幫小孩選衣服 或者幫小孩選 呃 用品的時候 都會很在乎那個 很多 材料跟健康的 對 很多 嗯 其實我們家也 也會就是 像現在很多都是有機的嘛 嗯 什麼都要天然 然後都要無毒 很當然這是不是 一個無毒的空間啊 不要產生有毒氣體啊 是的 那娃爾沃內飾呢 是使用安全環保的材質 也有用高於國際要求的標準 做曝曬實驗 所以就算是陽光曝曬之後呢 也不會有異味 或是那種有毒的氣體揮發 再加上有空氣進化功能 會進化的功能 對小朋友來講 媽媽會比較放心一點 對 太重要了 尤其疫情過後 我們這個 吸進去的空氣 是 每一口都要進化過 你爸跟你媽對你 誰的影響比較直接啊 父親是一種比較 開明式的 對 教育 嗯 那母親當然比加 以前算比較嚴格的教育 可是也感謝她的嚴格打造了我 媽媽的嚴格是哪一種 禮儀 儀太 品格教育 還有包括時間啊 curfew 女孩子不可以幾點以後 還在外面 那你有叛逆過她嗎 我其實人生沒什麼叛逆期 我覺得我算一個還蠻 中規中矩的女孩子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Yeah 結了婚 會不會可以小小叛逆 因為畢竟我老公看起來 比較像叛逆型 對 然後我想 沒想到 剛剛好結了婚以後 遇到疫情之後 他變成對所有的 不管生活作息啊 還是健康的概念 意識都非常高 所以完全不喝酒 跟婚前不同嗎 對 婚前他們可能也比較多 應酬等等 就是必須的這樣子 對 後來也就 我就沒有辦法能夠 有叛逆期了 可是如果先生出去一陣子 太太會覺得喘一口氣吧 她因為有時候會巡演嘛 是 這些tour的時候 那我就在家裡和小寶貝在一起 不會有那種一天想要有 一段時間可以自己一個人的程度嗎 對 好像有時候每個媽媽都會想要有自己一點點的me time 可以做什麼 對 可以說我看著她 她真的成長的速度非常的驚人 然後我就會告訴自己說 現在所有這種可愛的疲累的各種回憶都是留給我的 她不會記得三歲前媽媽對她做了什麼 是 這段時間我居然在累我還是覺得 嗯 好可愛喔 你這樣說話 喔 你開始會走路了 欸 你開始會 這些都是自己的回憶 只有你會增長 是 嗯 所以 這樣以後我就再也不會覺得說我什麼 我一定要堅持今天要 我的me time了就沒有 是 嗯 你把它當你的禮物 對 我反而很珍惜現在和她在一起的時間 對 相對來講你現在比較沒有美光燈下的工作 那個生活對你來講已經遠離了嗎 在我結婚後我已經感覺到 嗯 慢慢的遠離了 是出於你必須照顧小孩的真實的時間分配的問題 還是你心態上也覺得OK了 當然也綜合 各種 一些各種原因 如果你再回想我回收我的演藝生涯 如果是2004到我結婚的話 其實滿滿的15年 15年我覺得 給到我的舞台 視野 人生 這種精彩度 這些機會是 你求也求不來的 嗯 就是回想就是何德何能夫妇何求 該去挑戰的每一個舞台 該去接受的每一個訓練或什麼 我覺得在那個時候我都有把 最好的自己 和百分百的自己去付出 嗯 結婚了以後我覺得 也會有 很多改變 是你需要去面對 我覺得作為 會不會 再有一點 會不會 我都可以 寻思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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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我这样的人生 我完全无悔 所以好好地过每一天 所以听起来你应该 人生中没有什么 你现在很想回去的时光吧 只是回去那样一天 还是可以从那时候重来 还是可以从那时候重来 如果一天呢 你怎么又问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可以问 这个问题又要哭 我是太想不要哭 这问题没有什么可哭的 你是忽然想到了某一天吗 好了好了 我是不会放弃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怎么了吗小姐 为什么这个问题变成今天最好的问题 我不了解 我也不知道 你有开发我的心的那个 最让人哭的题目的范围 对我们这一地没有 真的很慰问 真的很厉害 然后 答案就是 我曾经想过 我会愿意用很多的日子 去换来一天 我妈妈还记得我 然后她还健康的 只要有一天 是 我可以好好的陪伴她 就会是很棒的一天 就一天 她不记得你的时候 你应该有办法接受 因为这件事情是逐步发生 对啊 你一直有心理准备 这很神奇的是 就是 我觉得我面对很多事都 都会 学习接受 学习沉淀 然后吸收拒绝 在面对 只有我妈妈这件事情 就是到现在有时候 坐在她旁边 我还是会 不由自主的低下几滴泪 觉得这么近 可是怎么距离 这么遥远 所以常常会看到 很多朋友 他们家人的 也许生病啊 或 就是照顾着 辛苦的时候 我就真的觉得 如果有能力 想要改变什么 可能就是回到那段时间 看我有没有 一点能力去 延缓 改变 可是这真的是 对不起 每个家就是都会发生的故事 当然 所以也想要给大家一点勇气吧 就是 还是要自己更振作起来 然后把自己的人生过好 很棒 OK 你接下来有自己的家庭 我觉得你 可以圆更多的梦啊 我感谢满足了 是 谢谢Jilly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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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